今天是3月5号 即将要户外出行了 拆几个包裹 咱马上就出发 第一个呢 是我们平时在车载上面呢 经常用得到的 卡手机的 这个吸盘呢 卡在那个玻璃上啊 特别的稳当 这是第一个啊 手机支架 第二个呢 是趴在户外啊 有时候雨下大了呀 特意买了一把 三人的那种加大的雨盏 特不错啊 第三个包裹呢 也是我们必备的 就是一个电源 这是一个插座 有USB的插孔的 第四个包裹呢 是一个行车的拍摄支架啊 是专门挂在我们那个 手扶的这里 就这个地方 第六个包裹呀 是一个压绒的睡袋 平时在山里面呢 有时候早晚呢 雾水比较多 有一个睡袋呀 咱们把人套里面也行 当被子盖也行 还有一个包裹的话 就是咱们户外的时候啊 有时候冲凉啊 洗澡啊 这是必备的啊 这个呢 是个装啊 是个爪子 它是四面的 是个爪子 可能到时候还用绳子 把它拉一下 固定一下 会更好一点 兄弟们啊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一起期待 咱们今晚的户外行 咱们 是个爪子